歡迎收看阿明 我們今天要開始宗教人類學四個禮拜 我第一個禮拜安排的是儀式 是因為儀式這個概念 在當代社會有非常非常普遍的運用 甚至談很多日常生活的儀式 那也就是透過儀式的討論 其實讓我們知道 其實在資本主義這樣子的一個結構之下 其實人還是有各種方式 來賦予自己更多的活力 就是我們談的日常生活的儀式 所以我今天其實也是希望同學 在期中考之後稍微緩和一下 可以去想一想我們日常生活的儀式 我們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讓我們可以暫時跳脫結構的限制 尤其前面資本主義談的那麼龐大的結構 可是我們要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讓自己可以跳脫結構的限制 然後讓自己更有活力 再重新回到這個社會 然後重新有一些不一樣的做法跟想法 所以其實儀式這個部分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稍微鬆口氣 就是起碼從日常生活的結構制度之下 稍微跳脫 然後可以去給自己一個休息 跟更有創造力的空間 不過每一堂課 我還是要先從人類學的 比較理論性的研究開始談起 就是雖然我不會談得太理論 可是還是有一些分析架構 是我認為這一門課必須要訓練給同學 就是腦袋要開始建立一些分析的架構 所以我還是會有一些人類學 對於儀式討論的分析架構的一個建立 然後接下來就是讓同學 可以從日常生活去思考更多的可能性 好 其實儀式這個概念是人類學 真的是運用得非常非常廣的 然後我今天要談的是一個 象徵人類學的大師 就是人類學開啟儀式研究的一個大師 就是Turner 可是Turner 的研究其實有他前面的學者的基礎 就是Verganepp 跟Gargman 的基礎 然後到了Turner 他等於把前面的這一些 對於社會是什麼 然後對於儀式的討論 做了一些更進一步的發展 去談所謂的象徵的多異性 所以我今天其實主要要談的是 Victor Turner 的這兩本著作 The Forest of Symbols 跟The Ritual Process 第一本叫做象徵之靈 第二本是儀式過程 可是Turner 的著作 其實非常非常豐富 如果你們對於他的民族誌 還有當代的研究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參考相關的著作 所以我要先 今天要談的是Victor Turner 他怎麼樣建構起一套儀式的 象徵研究的架構 那我當然不會談太多理論 可是我希望的是透過這一個架構 你們可以去思考很多現象 你們可以發覺到目前為止 這一門課做的都是 我們可能透過一個民族誌去討論 透過一個民族誌可以去討論 對於社會文化的一個概念 或者是結構 然後這樣的一個 透過一個民族誌所建構起來的理論概念 或者是思考架構 其實是有助於大家去理解 各種不同的現象 我想是我這一門誌嘗試要做了 即使是在台藝文化的一個民族誌 可是其實是要透過這一門民族誌 非常深入的討論 來建立一套大家的思考架構 然後這是我這一門課希望做的 就是可以從各個不同的面向 去建立你們對某一些議題的思考架構 然後可以幫助我們去理解 當代這種非常非常複雜的現象 雖然很多的結構其實到了當代都被反思 包括我第一堂課就跟大家講說 其實我們的研究生常常是一個禮拜念一個理論 然後下禮拜就要開始反思這個理論 可是很多的反思都還是建立在這些結構的基礎 只是加入更多不同的面向 所以我認為這一些很基本的一個思考架構的建立是重要的 可是你當然可以更具有創造力的加入很多很多不同的面向 那我要做的就是 我們先從疑似的為什麼要談疑似開始 其實這個切入點 其實牽涉到每一個學者對於社會是什麼 有很不一樣的一個假定的方式 其實我們從前面幾個禮拜 你大概可以知道說 其實學者對於社會是什麼有不同的假定 譬如說 我們在親屬的第一個禮拜談結構功能論 結構功能論對於社會的假定是 社會是理性的系統 社會的各個制度都具有 維繫這個社會結構存續的功能 這是結構功能論的基本假定 那他當然會被質疑的是 那這個結構是不是太穩定的太理性了 就是他認為的社會結構 不管是談群體跟群體的關係 或人跟人的關係 是不是過於穩定 缺少變遷的可能 甚至缺少當年的觀點 就是我們在親屬的第一個禮拜就有談 我用了一個記事群理論來談 社會結構功能論怎麼樣去建立起一些 對於社會結構的假設 然後還有 大概他面臨的批評 就是忽略的變遷 忽略的當地人的觀點 甚至忽略所謂的政治經濟親屬宗教 當地人如何去界定這一些範疇 好 這個是我們在親屬的第一個禮拜 就談社會結構 那我今天要談的Glockman 跟 Turner 他們有跟結構功能論非常不同的假定 使他們認為社會是有矛盾的 衝突的結構原則 就是社會不是那麼的一團合系 然後每個制度都在維繫社會結構的程序 他認為社會有結構的矛盾跟衝突 必須要透過儀式來解決衝突 然後他的東西 他的好像基本上的假定 是跟結構功能論不一樣 可是後來有人也是把他們 不管結構功能論 衝突理論 或者是這裡所談的 Turner 的象徵理論 都放在所謂圖爾幹的一個脈絡之下 就是所謂的衝突理論 或者是疑似理論 他要談社會的衝突 如何透過儀式來表達跟解決 可是透過儀式表達跟解決之後 社會還是回到一個整合的 或者是可以繼續運作的狀態 這是為什麼 Glockman 跟 Turner 他好像對於結構功能論有一些反思 可是好像又沒有完全推翻 社會的作為一個整合系統這樣的討論 那我今天沒有要談太多的 這個理論的一些論證 就是後來有一些人 就是在這個基礎之下 繼續批評 Glock 跟 Turner 其實並沒有真正討論社會變遷 那我今天還是要回到說 起碼他們認為社會是有結構的衝突 然後儀式 透過儀式 不同的參與者如何去表達 表達內在的情感需求 然後透過這一些表達 來解決社會的衝突 然後讓社會德語運作下去 我今天大概放在這樣子的脈絡中來談 好 那我這裡 PPT 有放 其實馬克思主義實踐論 對於社會有不同的架設 本來是想要幫你們複習一下 我們前面所唸過的 不過就簡單的來講 就是馬克思主義認為的 就是上層結構跟下層結構的辯證關係 然後我們上禮拜舉了很多很多例子 可是就是雖然古典馬克思主義 強調下層結構決定上層結構 可是人類學強調的是 文化跟人的主體性 所以會看到很多辯證的可能 跟一些開展的可能 就是人不是完全被經濟所決定的 然後實踐理論 其實我在我們之前談過的 應該是放在像家的 就是親屬的第二個禮拜 就是人如何透過實踐的過程 重新去建立關係的可能性 那結構理論基本上在談的是 就是有一套社會文化的結構原則 它怎麼樣內化成為我們的一部分 可是我們在各種不同的實踐過程 包括在疑似的一個實踐過程 或者是在日常生活的實踐過程 我們都有重新去詮釋 跟改變結構的可能性 就實踐理論強調的是 在日常生活或各種儀式的實踐 去改變社會結構的可能 那這一點其實我們在宗教 第四個禮拜也會再談 就是實踐理論 我們大概每一週都多多少少會談到 就是讓你們知道說 其實人類學大概對於社會結構的假設 大概有一些 當然還有更多 可是就是就我目前所談到的 就是對於結構功能論 對於馬克思主義 還有實踐論 還有我們今天要談的衝突理論 大概你們可以透過這些民族制 開始去思考 人類學其實對於社會是什麼 有很不一樣的 有非常非常多的假定 開始進入比較具體的 我們要開始談儀式 如何具有獨立的機制 來解決社會的衝突 所以我們會先談 那到底什麼是儀式 有哪幾種類型的儀式 在你們的文本裡頭 其實有談很多的日常生活的儀式 我給你們這樣的文本 是因為他談很多日常生活 談了很多當代 因為儀式通常離同學都有一點遙遠 所以我刻意就選 好像跟你們日常非常親近的一些 一些各式各樣的日常活動 可是作者認為他也具有儀式的性質 然後我今天還是要先談說 那在人類學裡頭 我們透過民族誌大概對於儀式 有一些怎麼樣的分類 我們基本上認為有三種儀式 一個是生命儀禮 一個是各種的治病儀式 不管是狩獵不順利 或者是不孕 或者是各種的疾病 其實都會舉行治病儀式 來處理問題 然後第三種就是朝聖儀式 朝聖儀式在現在也非常非常的多 在人類學裡頭 談第一個是生命儀禮 生命儀禮就是人在出生 青春期死亡的 就是有成員死亡的時候舉行的儀式 然後在這一些生命儀禮裡頭是強調 在每一個階段 人都經歷生理跟心理的變遷 所以需要透過儀式 來幫助人度過這一些生理跟心理的變遷 或者是部落 或者是社群失去一個成員 所受到的那個傷痛 其實都必須要透過儀式的過程 幫助所有社會成員去適應 然後他認為說儀式具有中介的特質 這個中介的特質 我等一下到了第三個部分會再談 就是一步一步從儀式的分類 然後儀式如何解決社會結構的衝突 然後到儀式如何具有中介的特質 我就一步一步談 那這裡我放了很多 可能當代你們可以想到的儀式 譬如說成年禮 現在台南有一些那個 就是當代所建立的成年禮 然後你們可能會比較 比較切身的就是畢業典禮 畢業典禮有沒有讓你們有一種 好像經歷了人生的一個階段 要開啟另外一個階段的一個調適的過程 還有譬如說進入大學的新生書院 然後男生很喜歡談的當兵 就是你們等一下都可以去談說 這一些經驗 好像這一些生命的過渡儀式 幫助你們怎麼樣去轉換身分 或者是改變你們生理心理的特質 去適應新的角色 然後包括你們如果到一個新的公司 可能會有入會儀式 我之前有一個同學 就是在寫日本的入會儀式 就是賞櫻花 它叫花劍 就是日本人基本上認為 那個整個自然的潔氣 跟人的生命歷程 是可以相互對應的 所以他們其實在賞櫻花的過程 其實也在舉辦各種的生命遺歷 譬如說一個新到公司 他就要負責幫公司人去佔那個 賞櫻花的位置 然後準備很多很多的食物 然後透過這個方式 可以整合進入一個新的團體 這個生命遺歷 大概就是我們現在當代比較會遇到的一些情況 你們可以在討論課的時候再討論 然後第二點是所謂的危機時候的儀式 就是包括在狩獵失憶 女性不遇或各種疾病的時候 其實這個儀式基本上的一個 運作的方式是認為所有個人遇到的危機 其實反映的都是社會的危機 所以不應該由個人來承擔著一些狩獵失利 或者是生育不順 或者是各種的疾病 反而要透過社會的方式來幫助個人解決 我每次講到這個的時候 我們同學都覺得很幸福 就他們即使是女性不遇 可能都是透過社會的方式來解決 我等一下要談了Turner 的那個 對應了Dembo 社會的一個討論 也有討論到他們 怎麼樣去處理女性不遇的過程 那在這裡 其實我就盡量讓你們複習一下 我們之前講過的民族誌 我們之前有談到布農族的民族誌 就我們談到布農族的Hanidu 的觀念 然後這個Hanidu 的觀念 在經濟作物的發展過程中 怎麼樣可以跟不同的經濟作物結合 然後甚至談到說其實即使現在Hanidu 的觀念 因為西方宗教的進入 開始那個觀念上面有一些改變 可是很多生活的關係 譬如說透過夢來跟各種不同的精靈溝通 這一種關係其實都還繼續維繫跟實踐 然後在布農的情況 即使他們面對經濟 其實經濟作物會帶來的問題就是 因為經濟作物要面對很多市場的不穩定 而且要面對有資源的人 可能會透過他原有的資源 去累積更多的資源 而造成社會的不平等 所以在布農族的民族誌裡頭 就是我上次談過的 黃英貴老師的兩篇文章 其實他後面都是在談 當時80年代的新宗教運動 就是當經濟作物的進入 貨幣經濟的進入 帶來社會不平等的時候 然後當地有一個人 他本來是一個 就是可能就有一點飲酒習慣的人 可是他有一天得到神的旨意 然後開始就藉酒 然後努力地工作 然後就開始發展出一個 那個年代的新宗教運動 然後那個新宗教運動 他要強調的是 每個人都是可以跟神溝通的 而且每一個人的問題 就是當時因為新經濟作物的進入 經濟作物的進入 帶來很多的社會問題 就是貧窮 因為貧富差距 然後開始有貧窮的問題 然後他基本上認為說 個人的問題不應該是由個人來承擔 而是應該由整個群體來承擔 所以那個新宗教運動很重要的就是 一方面他恢復了夢瞻 他們認為每個人可以透過夢的方式 去跟神溝通 然後另外一方面 他恢復了集體禱告治病 因為所有的疾病 疾病有可能不完全是身體的疾病 他可能是心裡的社會適應的疾病 所有的疾病都是要由群體的成員 就是這一個新宗教運動群體的成員 共同透過集體禱告治病的方式來治療 所以在黃英偉老師的那兩篇文章 最後其實都在談新宗教運動 就是怎麼樣去恢復夢瞻 恢復集體禱告治病 然後這樣的一個新宗教運動 後來也被教會 就是被當地的基督長長教會又整合進入 所以這裡我們後面也會談到 其實那個儀式跟社會之間 也是一個不斷辯證的過程 就是即使有一個新宗教運動 可能對當時的社會制度有一些反思 然後做了一些新的嘗試實踐的可能 可是後來還是又被 就是原有的社會群體 宗教群體所吸納 而在這樣的重新吸納的過程中 其實原有的那個長老教會 原有的那個宗教群體也不斷在產生改變 那我這裡還放了蘇丹的霍弗里亞提 就是我在談性別的時候 談到說蘇丹是一個 就是霍弗里亞提是一個伊斯蘭的社群 可是他們還是有很多女性被附身的疑似 就是他們雖然是信仰伊斯蘭教 可是伊斯蘭教本來就跟地方的儀式 有各種整合的方式 然後那個例子是在談說 其實女性被附身的過程 他們就要開始 因為女性會被很多不同的神明附身 可能某一個女性被附身 然後去找致病儀式巫醫來解決 然後旁邊就圍繞著很多的女性 然後女性就開始旁邊圍繞的人 就在那個鼓聲中 然後在那一個氣氛當中 從旁邊有一些圍繞的女性 也開始被不同的精靈附身 所以那個場景就是非常非常的 你們還記得嗎 就是不斷不斷會有一些新的社會文化現 新的精靈進入 然後巫醫要做的就是要重新去認識這些精靈 就是在女性被附身的時候 巫醫會透過各種方式來認識 這一些新的精靈 然後我其實要強調說 其實在透過這一個附身儀式的過程 他們一方面在治療女性的疾病 一方面也是一個跟外在社會對話的過程 因為這一些新的精靈 代表了可能是他們新的 就是他們周遭的群體 或者是一些像殖民 像美國的殖民的力量 譬如說裡頭會有美國的精靈 就是很愛喝口渴 然後會有殖民官員的精靈 就是會穿著西裝筆挺 所以他們透過這一些儀式的過程 一方面在治療女性的疾病 因為女性被精靈附身之後就會不孕 就會沒辦法生小孩 然後他們反而透過要治療這個女性的疾病的過程 其實我上一次因為時間外 我沒有談得很細 就是在女性被附身之後 其實會開啟很多的對話 譬如說夫妻之間的對話 或者是因為當歷史一夫多妻 也會開啟了那個妻子之間的對話 因為當一個女性被附身 沒辦法生育小孩 就是她周遭的人都必須要 重新去跟這個被附身的女性 做各式各樣的討論 然後才開啟很多對話的可能 那不只是透過儀式來解決女性不孕的問題 而且透過女性被各種不同的精靈附身 其實她們也在認識外來的子民秩序 或者是資本主義的秩序 或者是旁邊的各種的族群 然後透過這樣子的認知過程 她們也嘗試去發展各種溝通協商的機制 就是開始去用各種不同的方式 在面對跟處理跟外來社會的關係 所以你可以看一個治病儀式 其實就是她裡頭是一個非常非常豐富的 社會文化不斷在生產的場域 那哥倫比亞的雅黑我之前有講過 等一下如果有時間我再回來談 好 那到這裡兩種儀式應該都OK 一個是生命儀禮 一個是治病儀式 或者是各種不順利時候的一些解決的儀式 解決問題的儀式 然後第三種是我們現在經常看到的朝聖儀式 那在台灣大家都不陌生 就是媽祖禁鄉 那人類學者也有一些相關的研究 去談媽祖禁鄉 譬如說中研院有一個張徐老師 他就是一系列的研究在談媽祖禁鄉 他去談說其實這禁鄉的過程中 當然一個是從祭祀圈的角度 就是台灣的地方社會的一個整合過程 從祭祀圈的角度來看 或者是從那個儀式參與者的角度來看 就是每個儀式參與者 他可能去參與的動機 跟他的那個心路歷程都不一樣 有些人可能是去還原 然後有些人是把他當成一個修行的過程 因為要走個幾天 那個對於身體意志都是很大的考驗 有些人就把他當作一個修煉的過程 然後有些人就是觀光的過程 就是很好奇 然後去當作一個那種休閒於熱 然後甚至他是一個 就是有些人把他當成一個嘉年華的過程 那其實可能談的比較少的是政治經濟方面 但這個可能也會牽涉到 有些資料真的不容易拿到 譬如說我其實我小時候 台灣的媽祖禁鄉 其實那個時候主要是北港朝天宮 然後後來開始有大甲鎮南宮 而且甚至那個聲勢就變得非常的大 其實背後有一些政治經濟力量 跟宗教力量之間的相互影響 甚至你們知道現在的所有競爭活動 就是很龐大的經濟活動 可是這個大概真的研究上面不容易做 所以也比較少人從政治經濟的面向去討論 然後甚至你知道在競爭的時候 地方生活有很多的強教 其實這裡也凸顯了一些地方社會的衝突 或者是 就在儀式過程中其實有一些衝突 或者是衝突有沒有被處理的過程 可是這個政治經濟跟衝突的面向 我想大概都是田野中比較不容易做了 所以比較少人從這一些面向來談 然後可是其實你們知道不同的媽祖 其實也會有一些研究來做比較 譬如說跟大甲鎮南宮的媽祖競相比較 其實白沙屯媽祖的競相 就是他的路線就是很隨意的 他就比較不像那個大甲鎮南宮的媽祖競相 那個路線是比較確定的 那那個路線的隨意性 到底是反映的所謂地方 就是地方在結構的過程 或者是更反映的人跟媽祖的個人化的關係 其實這個都還是在研究當中 其實除了這一些 就是台灣的媽祖競相之外 你知道有世界各個宗教 也都有他們的競相儀式 譬如說基督教的 印度教的 伊斯蘭教的 然後在南美洲的朝聖儀式 基本上在當代會跟所謂的天主教結合 可是那個結合的過程 也是天主教跟當地的信仰 不斷整合的過程 就當地本來就有很多的地方神 因為南美洲基本上他們認為 動物植物自然都是有所謂的靈性的 有精靈的 然後他們很多的地方 就是本來就有很多的地方神奇 然後在基督教進來之後 其實不是天主教進來之後 就會跟這一些地方的朝聖儀式結合在一起 可是在朝聖儀式的過程 其實當地人還是會用很多的太陽宗教 太陽動物植物各種不同的圖騰 就是他們在競相儀式上所拿的東西 其實都還是具有當地原有地方社會 那些精靈的信仰 那一些對於自然的Vitality 自然的力量的一些呈現 就是南美洲的朝聖其實研究很多的 大概就是談說天主教進來之後 怎麼樣跟地方的儀式 地方的原有那一套 自然的神靈的觀念結合 可是另外一方面 當地人其實都還保有他們那一個自然 就是所謂的自然各種不同的精靈 所具有的豐沛的活力 所以這個豐沛的活力 其實都還隱含著 接下來各種對於殖民跟國家的 反抗的過程 就南美洲的朝聖其實有趣的是 一方面他跟天主教結合 然後一方面其實殖民進來之後 也開始想要透過這一些地方的朝聖儀式 來建立所謂的 對於地方社會的治理 然後甚至國家進來之後 也嘗試要把這一個地方的朝聖儀式 吸納成為自己可以控制的 可是在那個朝聖儀式裡頭 當地人所呈現的各種不同的圖騰 各種鋪馬 其實都還是證明了那個地方 社會所具有的豐沛的活力 其實還是隱含各種反抗的可能 我們等一下最後就是要談 當代的個人化的儀式 因為過去跟現在最不一樣的地方 是過去的儀式基本上是社會性的 包括生命儀禮的過程 都是由社會共同來進行 可是當代基本上就是 有一些社會性質的改變 所以我們當代強調個人化的儀式 可是到了當代個人化的儀式 其實對於這一些活動是不是儀式 就有一些不同的界定方式 可是我剛聽你在講說 那個個人的朝聖 我想起碼是比較沒有問題 可以界定為儀式 因為儀式在土耳幹的討論 就是他是神聖性的 就土耳幹有一套對於宗教的界定 然後就是宗教包括的組織交易跟儀式 然後宗教是跟神聖有關的 跟世俗不一樣 就是區別於世俗 可是這樣的一套界定 到當代會被重新反思 可是起碼你在談剛剛那個個人化的儀式 他其實還是具有神聖的面向 最後其實會碰到所謂的新宗教的問題 就是比較個人化 因為新宗教其實會強調是 人跟那個教主之間的連結 然後強調那個個人靈性的崛起 可是新宗教因為 他也比較脫離了土耳幹所談的 那一個組織的教義的那個面向 所以也有可能衍生一些問題 所以我後面放的還包括那個 《村上春樹》的幾本小說 其實他都在討論新宗教的問題 就我讓你們知道說 從過去這種比較集體性的後來 當然到了當代是比較個人化 然後個人化能不能稱之為儀式 就是一個當代重新在界定的過程 那我剛剛先談的儀式的分類 然後接下來第二個部分 就是儀式如何具有獨立的機制的第二項 我要談的是 其實格拉克曼、特朗 他們都談了很多儀式 所具有的獨特的特質 那格拉克曼強調的是 儀式可以讓 就是社會的各個不同的群體 甚至是相衝突的群體 可以各自表達他們的需要 因為在儀式中 不同的群體都可以各自表達他們的需要 所以透過儀式 反而可以達到社會的整合 就是社會中一定累積了各種不同的情緒 反抗的情緒、不滿的情緒 然後這些情緒必須有出口 所以必須要透過儀式表達 讓所有的人可以有情緒的抒發 然後有情緒的抒發之後 才能夠回到日常的生活 去達到社會的整合 這是格拉克曼所強調的 然後他們兩個人 其實都有舉非洲的 就是 Turner 的民族制 是 Ne Dembo 這一個族群 你們今天的文本也有提到 Ne Dembo 那 Ne Dembo 他在國務 就是在酋長 他們有酋長 在酋長登基的時候 會有一些儀式性的行為 並不是那種 哇 酋長神聖至上 反而是在登基的儀式 必須要讓他所有的子民盡情的羞辱 就是所有的子民要表達他們過去 所有對於統治者的不滿 然後這些不滿 必須要讓統治者聽到 也作為統治者未來的參考 然後所有被統治的子民 因為有這個場域 可以表達他們的不滿 所以他們接下來也可以順利的 接受這一個新的統治者 這個是格拉克曼跟 Turner 都有談到 就是在所謂的酋長登基的 統治者登基的儀式中 可以讓被統治者用各式各樣的 言語的動作的方式來表達 他們對於過去的 長久以來統治的不滿 然後有了情緒的紓解之後 才讓權力得以繼續運作 然後在Turner 的 Turner 的Ritual Process 這一本書裡頭 他也舉到很多的例子 就是我今天要談的Turner 的兩本書 一本是《象徵之之靈》 主要是他談的Denborn 民族誌 然後一本是Ritual Process 儀式過程 主要是他想要把他在 非洲民族誌所討論的各種的 對於儀式的架構 運用在古今宗外 然後古往今來各種例子 Ritual Process 他的那個例子 真的是隨手可得 他可以去談十二十三世紀的聖邦記 可以去談十五十六世紀 在孟加拉一個新宗教運動 然後也可以去談 我這裡所談的非洲的 或者是梅拉尼西亞的 或者是當代的萬聖節 就Ritual Process 他基本上是認為 儀式其實是所有的社會 非常重要的機制 所以在儀式過程這一本書 他真的是信手拈來 就要談說儀式如何具有 可以表達所有人的 就是讓所有的社會成員 都得以表達他們的情緒跟需要 然後透過這種表達 才讓社會得以繼續運作 然後在Ritual Process 裡頭 他就有談到說 在非洲有所謂的獨立教派 然後這個獨立教派裡頭 當然參與者是黑人 然後他們因為這一些當地人 他們經歷了很多資本主義 所帶來的問題 所以他們即使接受了一個西方的宗教 基督宗教 可是他們又會跟西方宗教不一樣的地方是 他們認為雖然在日常 就是在現世是由白人所治理 可是在來世 就是到了天堂之後 就是由黑人所治理 就是他們這個獨立教派 他透過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重新詮釋教會的方式 然後可以接受西方的教會 當然這時候已經不能稱為西方教會 因為他已經結合當地人很多認知 然後也透過這一些重新詮釋的過程 讓他們得以繼續在 就是在當下可以繼續跟資本主義有更多的對話 這個是Turner 在Ritual Process裡頭所談的 然後他有談另外一個例子 是美拉尼西亞有所謂的傳獲崇拜 那美拉尼西亞傳獲崇拜 其實非常非常的複雜 因為每個不同的時期 不同的地方 有很不一樣的形式 就現在可能已經進行到五六波的傳獲崇拜 而在Turner 裡頭所談到說 其實傳獲崇拜基本上是當地人認為 因為當地人也是同樣面對白人進來之後 各種的新的物資 然後貧富差距的問題 那他們在傳獲崇拜裡頭 他們認為祖先有一天會回來 然後會適於他們更多的物資 這個是一個基本的一個好像原型 可是到底祖先用什麼樣的方式回來 然後跟白人有什麼樣的關係 其實每個地方就有很不一樣的實踐方式 這個其實儀式的 在這一些所謂的 就是在非洲 在美拉尼西亞 或者是我宗教第四個禮拜 要談到在瑪達加斯加的情況 其實都會繼續延續這個脈絡 就是儀式他如何可以 有各種不同的實踐方式 甚至在瑪達加斯加 他從過去的一個祭祀群的儀式 後來變成國家的儀式 後來變成一個反抗殖民治理的儀式 然後後來變成一個農民革命的儀式 就是儀式他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變形 去跟各種不同的社會群體 有新的對話 然後在這個對話過程中 所有的可能被壓迫著或被統治者 他們也找到自己存在的意義 或者是反抗的可能 有一個你們可能會覺得 比較有趣的是萬聖節 他人認為萬聖節是小孩子的儀式 因為在萬聖節裡頭 小孩子可以裝扮成為巫婆 魔鬼 海盜 骷髏 然後具有一種反抗大人的力量 這個我不知道你們同不同意 到這裡你們對儀式比較有感覺 就是儀式可以讓所有的參與者 表達他們的需要 然後可以 因為透過這一些各種不同情緒的表達 可以讓社會得以繼續運作 然後接下來就進入Nedembo社會 在象徵之靈裡頭 他提到的一個儀式整合社會的方式 其實Nedembo社會的特色是 他是母系社會 可是是重複居 這是兩個很不一樣的 很衝突性的結構原則 母系社會就是夫妻所生的小孩子 是屬於媽媽這邊的母系氏族的成員 他的成員身份的歸屬是媽媽這邊 可是他必須要跟父親那一邊的氏族 居住在一起 就是他是母系社會重複居 結果Nedembo有這樣子的一個 社會結構的一個衝突 然後因為這種母系社會 跟重複居之間的衝突 會造成他們社會的衝突性很高 然後人群之間的流動性很大 甚至權威是一個不斷在重新建構的過程 這個是我讓你們看到的圖 就是他其實所謂的人類學者 其實真的花很多的力氣 在了解當地的社會運作的方式 他不是只是套一個理論 所以他畫出來Nedembo 的圖 你就可以看到各種不同的遷移 然後各種不同的權力重新建構的過程 他說Nedembo 因為母系社會 跟重複居這樣的矛盾 會造成他們社會的衝突性高 然後人群不斷流動的過程 當地人是透過所謂的男性成年裡 來解決這樣的衝突 男性成年裡的一個基本原則 是把社會原有的小單位的結合 譬如說部落跟部落之間的分類 就是原來日常生活中 是很多小單位的分類 譬如說各種世系群的分類 各個部落的分類 可是在男性成年裡的過程 是把所有部落的男性召集在一起 然後在這個成年裡的過程 他打破了原有的氏族的分類 或者是部落的分類 他重新創造了一個比較大的分類架構 也就是性別的分類 年齡的分類 就是所謂的年輕男性會被集結在一起 經歷一些特殊的過程 他透過這一個男性成年裡的研究在談說 疑似達到社會整合的機制 是將社會中小單位的分類 譬如說氏族春落 轉化為更大類的分類 譬如說男女老少 疑似透過打破原有小單位的分類 來達到社會的整合 譬如說Nedembo 社會 母系濟世跟重夫婿之間的衝突 導致離婚率很高 不穩定的婚姻關係 然後有各種不同的個人流動 跟村莊分裂的問題 可是在所謂男性成年裡的過程 他開始那個人的分類 是一個普遍性的類別 就是男性女性年長者小孩 以婚者未婚者的分類 他度過這一種比較大的社會分類 來跨越原有的社會群體的分類 然後轉化了原有社會群體之間的競爭關係 這是他在談男性成年裡的過程 一是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 你們想一想 我們日常生活中 其實也是透過不斷的打破原有的小的分類 建立一個更大的分類 來解決社會衝突 到這裡OK嗎 其實那個男性成年裡的討論 還有更精彩的對於象徵的討論 我等一下談到象徵的時候 再進一步回到這個男性成年裡頭的象徵 這裡OK 那Turner 進一步就討論說 儀式具有獨立的機制 表達了語言所不能表達的 儀式的終極關懷 在解決人的存在問題 就是他沿用之前 Veganip 的討論 去談儀式有三個階段 就是分離中介整合 就是所謂儀式是把人從原有的社會結構 社會制度中分離出來 然後在儀式的階段是一個中介的階段 在這個中介的階段 人因為跳脫原有社會結構的限制 甚至在過去的傳統社會的儀式裡頭 在這個中介階段 人都可以重新去建立跟神靈的結合 所以人會經歷一個更完整的一個存在的狀態 然後在這個更完整的 就是跳脫社會結構的限制 然後跟神靈 或是跟其他的人群的結合的過程中 可以讓人去反思社會結構的限制 然後可以更具有創造力的 面對個人存在的問題 然後當你在這個中介的階段 可能重新去建立人的連結 建立那個人跟神的連結 甚至重新去面對一個更完整自我的過程 然後更具有創造力之後 你接下來儀式還是要再回到 儀式之後還是要再回到日常的生活 再回到日常生活 再重新跟社會整合的過程 他認為儀式的特質就是 可以透過這一個分離 中介跟整合的這一個機制 去呈現人的創造力 就是讓人更有活力更有創造力 然後重新去思考社會文化的可能性 那這一點我等一下會進一步再談 那關於儀式如何 就是我剛剛前面談說儀式如何解決社會衝突 大概談的就是儀式可以讓社會各種不同成員表達 他的心理的需求 然後儀式可以創造一個更大單位的社會的分類 來解決原有小單位的衝突 然後儀式是具有獨立的機制 讓人面對存在的問題 那第三個部分 我要進一步去談 Turner 怎麼樣去談人的存在的問題 那這一點我就要跟比較多 當代的個人化的儀式做一些結合 在Ritual Process這一本書 我剛剛已經有談到 他已經要超越他的過去的民族制 他真的就是古今中外 就是那種隨手年來各個例子 他要談儀式如何具有獨立的機制 然後他就要把他的儀式的討論更加的 那個意義更加的擴大 他說儀式具有一種 Communitas 共融的特質 然後這個 Communitas 其實 是可以跟結構不斷的對話 然後在 Communitas 就是儀式的那一個中介階段 具有一種共融的特質 這個共融的特質 可以改變社會原有的結構 解放人的本性 使人成為完整的人 而不是被社會所分割的人 然後這個 Communitas 其實在各個不同的學科 都用的蠻廣的 就是這種 Communitas 其實可能有做佛教研究 就認為出家也是一種 Communitas 然後其實在 Turner 談的那個 十二 十三世紀聖方記的那個例子 也是在談說 其實一個新宗教運動 一開始就是要 重新去思考原有社會的問題 就是聖方記所帶領那個新宗教運動 他認為過去有一些教會的問題 然後他用 就是跟神之間的一些更直接的關係 要來重新思考 可能被制度化的宗教的問題 可是接下來在那個疑似 Communitas之後 還是會再重新被制度化 這裡其實是 Teller 一開始先告訴我們說 疑似具有 Communitas 共融的特質 然後疑似也 這個共融的特質 在那個中介的階段 讓人可以經歷比較完整的我 可是在經歷這個比較完整的我之後 人還是要重新回到社會結構 這個 Communitas 還是會再被制度化 就是所謂結構跟共融之間 也是一個不斷辯證的過程 就是人必須要跳出社會結構 然後在儀式中經歷更完整的我 然後飽滿了活力跟創造力之後 再回到結構當中 然後這一個所謂的具有共融特質的儀式 他也必須要不斷的 就是可能像我剛剛所談的布農族的例子 他可能又被原有的結構 他被制度化了或者是又被原有的結構 所整合 然後可能原有的結構又會產生新的問題 然後又會有一個新的儀式 又重新在思考結構的問題 然後這一個思考 又會再被原有的結構所整合 大概他要論證就是 Communitas 跟社會結構之間 是一個不斷辯證的過程 他認為其實有三種 Communitas 一個是存在的 一個是制度的 一個是規範的 存在的是他想要把儀式 運用到所有的日常的生活 他認為我們在人跟人之間的互動 所有的人跟人之間的互動 都可以達到那一種存在性的交融 只要在人跟人之間的互動裡頭 可以去理解彼此的需要 甚至進入彼此的生命 把彼此都當成主體 在互為主體的過程中去發展這個關係 那他當然沒有仔細的談 這個互為主體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他就是揭示一個概念 就是說其實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其實我們可以不斷透過 人跟人之間的相處 然後把對方 就是彼此都作為主體 可是可以彼此進入彼此的生命當中 達到一種互相的了解 溝通 交流 這個互為主體的狀態 也是他所稱的存在的交融 就他談交融他已經不限制是結構了 而是包括日常生活 都可以達到一種存在的交融 所以他談的交融就是 存在的制度的規範 制度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一個儀式他達到交融之後 他又可能被制度化 然後又可能整合成為結構的一部分 然後又會有新的儀式 新的交融再出現 他認為Communters 有存在的制度的規範 規範就是所謂烏托邦的理想 你們可以看他如何嘗試 把Communters 的概念運用得非常廣 然後甚至他舉了 那個蘇士比亞的劇本 那個暴風雨裡頭的一個首相 因為暴風雨裡頭就是國王被流放 然後有一個忠心格子的首相跟著他 我記得叫龔薩羅 然後那個首相跟著他 那個首相也提到什麼叫Communters 他說有一種狀態是沒有財產 沒有結構完全平等 人們自然具有的良善本性 每個人都充分經歷另外一個人的存在 本質性的我們是作為整體人們的關係模式 這個就是那個暴風雨裡頭 那個忠心耿耿的宰相 所揭示的一個所謂規範的交融 就是在那個理想裡頭 人是可以超越各種的社會地位財產 他是沒有結構的限制 也沒有私有財產的概念 然後每個人可以充分經歷另外一個人的存在 然後這個不是個人性的人觀 而是一個本質性的我們 就是已經超越那個人跟人之間的界線 這是他用了那個蘇士比亞的劇本裡頭的一個說法 來談Communitas 他用了這一個 一個哲學家他有一本書叫《我與你》 就是在談那一種互為主體的過程 就是人跟人如何 你們有人看過嗎 如何可以超越那一個主觀性的我 而可以建立一個所謂的關係的 互相交融的狀態 那當然這一個討論在人類學中一定會 人類學就是反思性很強 人類學一定會問說 可是每一個社會的人觀不一樣 那個互為主體的狀態也是不一樣的 那個就是另外的討論 可是基本上他就是揭示一個很大的方向 他認為Communitas很重要 因為他是可以讓人從社會結構中脫離出來 更具有活力更具有創造力 然後也具有更多關係的可能性 然後他有談說 這也是在Ternal Retro Process 裡頭所做的比較 他說在前工業社會 其實所有的儀式 譬如說成年禮的過程 都是參與儀式的那一些人 他們會跟神秘力量結合 譬如說成年禮的過程 他會有一些社會的神秘的知識被透露 就是傳承給這一些參與儀式的人 然後這些神秘的知識 包括了各種跟神明的互動 所以在前工業社會的儀式 Communitas 是一種跟神秘力量的結合 可是到了我們當代社會 其實我們當代社會的特質 就是已經沒有這些 就是很多過去制度化的儀式 到我們當代社會 已經不是社會制度的一部分 而是每一個人可以有權力去選擇參與 或者是人可以重新去創造很多的儀式 譬如說 Turner 談說 其實60 年代的 Hippie 他們一開始是反越戰 然後開始有很多很多的理想化的 就是烏陀邦式的一些共農的觀念 他們也認為說 我們要超越很多社會結構的限制 要重新去建立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他認為在那個年代 其實 Hippie 有 一個這一種 Commuters 就是人跟人之間如何超越 擁有社會結構的限制 達到一種交融 或者是對社會結構的一個反思的狀態 可是他說 其實 Turner 也有舉例說 可是 Hippie 後來的發展 他可能跟 甚至有一些人 他一開始有很好很好的理想 可是後來可能就有一些人會跟毒品 跟一些 就是有一些可能 不大一樣的發展之後 反而很多的參與者 變成沒有辦法再回到社會了 所以其實他這裡在談 Communities 跟結構的關係 其實他很重要要強調的是 Communities 跟 Structure 是一個不斷辯證的過程 然後所謂的智慧 是在結構跟交融的狀態之下 所開展出來的合一關係 這個是我覺得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你不可能永遠在 Communities 的狀態 然後也不可能永遠都在一個 很僵化的結構狀態 因為人會失去能量 所以人是必須要在結構跟共融的狀態 不斷的交織或者是一個動態性的平衡過程 去維持那個合一的關係 這是他認為這是所謂的智慧 好 那我把這一個部分講完 他進一步去談 Communities 是多益的 在不同的社會中有不同的性質 譬如說剛剛有談到說 在前資本主義社會所謂的制度 儀式或者是中介的狀態 他的制度化跟規範化是比較嚴格的 可是在我們當代的後工業社會 因為我們開始有工作跟休閒的區分 然後我們會利用休閒的時間 去做很多的儀式 然後這個時候其實儀式或共融 或者是Communities 的狀態 他已經不是制度化的過程了 反而是個人可以選擇 你要去從事什麼樣的活動 什麼樣的儀式 什麼樣的休閒 所以就接下來引發下面的問題 剛剛同學在問的 那很多的運動 我們可以來思考他是不是儀式 譬如說社會運動是不是一種儀式 足球各種運動是不是一種儀式 演唱會是不是一種儀式 跑步走路甚至看小說 是不是一種儀式 這個就是接下來要思考的 所以我列了很多相關的書 可以讓你們去思考 一個是這個我剛剛有提到 Turner 用了 Barber 這一本書 來談那個互為主體的狀態 不過他們真的就是這種非常理想性 然後很多我覺得很難用語言 來表達的狀態 大家要去體會一下 然後另外剛剛談到走路 這個是一個哲學家 他寫的走路也是一種哲學 他認為走路的過程 人跟風景是相互的對話 然後人不斷的開展自我 而且甚至在走路的過程 走路或跑步的過程 其實人可以打破原有 因為透過那個身體的律動 其實人可以從原有的很多 僵化的概念中解脫出來 然後可以更具有創造力 甚至所謂的創造力是 把你原來那個很僵化的概念 可以做一些重新的鬆 就是那個 boundary 之間 做一些重新的組合 就原有了一些概念的重新組合 其實也是一種創造力的過程 他就談到說 其實他也用了很多哲學家的 譬如說他也用了尼采 然後也用了當代那個 Benjamin 的 就 Benjamin 在談那個 在城市中的漫遊者 我還滿喜歡那一部分的 就是我覺得 Benjamin 在談 其實那個城市中的漫遊者 其實也是人在一個當代資本主義 或商品化的社會裡頭 如何不斷去開展自我的可能性 這一本可以提供你們寫加分報告 然後一本比較簡單的就是走路 他就是一個作家 一個很多很多的小品 然後有一些還不錯的地方 然後這一本是東野歸舞的小說 操弄彩虹的少年 操弄彩虹的少年 其實是他在談說很多的當代年輕人 他們可能在教育制度 在各種的社會結構之下 經歷了很多壓抑的過程 可是他們反而在音樂的過程中 重新得到紓解 所以我用這一本書 其實只是一本 我覺得還算 還滿有趣的小說 是希望你們去想 那音樂算不算是當代的儀式 因為我們同學的報告 很喜歡寫音樂 因為台大也有一些獨立的樂團 對不對 然後同學可能會寫說 可能獨立樂團有很多不同的風格 然後在這些不同的風格之下 如何經歷不同的communities 我不知道我們在座同學 有沒有人對音樂特別有興趣 所以我用了一本小說 因為我覺得還滿好玩的一本小說 讓你們去思考 那音樂是不是一種當代的儀式 各種演唱會 然後食物是不是一種當代的儀式 就是這一本書是 從蛙牛食堂到挪威的森林 他談日本小說裡頭 各種食物所扮演的角色 我覺得是一個還不錯的導論書 雖然他每一本小說都提到很簡單 然後他提到挪威森林裡頭 那個小黃瓜作為靈魂的食物 我超有感的 你們應該有看過挪威的森林嗎 就是他其實透過 透過食物來談各種關係的轉化的過程 然後這一個是真正就是在談食物 就是幾本芭娜娜的廚房 就在裡頭的那個透過食物 人跟人之間所開展出的一些 可能的交融的狀態 就是我覺得走路跑步演唱會食物 應該都是一個 就是我們可以去思考 能不能作為當代的儀式 甚至有同學喜歡寫偶像崇拜 就很多人可能在偶像 就是可能某一個 有一個學生的碩士論文寫偶像崇拜 因為他很喜歡日本某個偶像 他周遭所有的東西 都以那個偶像為名來命名 然後他就活在一種非常神聖的氛圍當中 完全可以脫離出那種日常生活 各種衝突 然後各種很瑣碎的日常生活 然後可是他很後悔 他後來壽式論文寫了這個題目 因為在壽式論文的學術研究中 他就必須要解構這一些偶像被刑塑的過程 然後就開始發覺 他原來是被資本主義所洗禮 我覺得他還蠻殘酷的 所以我沒有建議 你們要把你們很熱愛的儀式 完全把它解構掉 可是也有很多同學喜歡寫演唱會 偶像崇拜 然後偶像崇拜你們如果要寫 你們要去思考說 透過這樣的一個可能 各種粉絲見面會 演唱會的過程 你經歷了什麼自我的更新 或者是用什麼樣的方式來重新看待社會 這疑似很重要的面向 然後我還放了兩本 《村上春樹》的小說 《海邊的卡夫嘎》跟《EQ84》 就我還蠻喜歡他的小說 可是我喜歡的方式 不是那種很存在主意識的 就是我知道很多人喜歡他那一種非常特殊的語言 可是我大概就是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他的小說 因為我大概會認為他的小說其實在面對的是當代人的存在問題 就是每個人都面對的各式各樣的孤寂 然後各種內在的問題 可是我認為其實他有嘗試在談 就是他在談說從前現代 其實人就安置在一定的社會制度 然後到了當代人重新 就是個人化的情況 人要重新面對個人內在的問題 可是我認為他嘗試在面對的是 可是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還是有各種關係建立的可能 譬如說在海邊的卡夫嘎 他會跟貓溝通 然後在裡頭他也可能用想像的方式 去跟他可能的父親或母親重新去建立連結 我覺得還蠻 就是可能我念的方式都很人類學識 然後你們可以有不同的念法 然後包括《EQ84》也是 就是裡頭的那個男女主角 他們好像以為是平行線的兩個人 原來他們在小學時代 曾經有那一個就是 曾經就是彼此的 在面對那一種可能被排擠的情況之下 曾經彼此安慰過 就還蠻感人 雖然我覺得這一本 《EQ84》其實那一個 我不要批評 就是我覺得你們可以有不同的解讀的方式 可是我基本上面 《春上春樹》的方式 是我認為他在面對當代的問題 甚至其實他有兩本書 就是在寫東京地下鐵毒氣事件 就是奧姆真理教的 就你們知道奧姆真理教 他就在很多很多的信仰者 都是高知識分子 所以他們去發展 製作出一些毒氣 然後後來在東京地下也去施放 可是《春上春樹》關心的就是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高知識分子 會去相信他 所以他有兩本書 東京讀下 就是地下鐵事件 還有約束的場所 就是地下鐵事件 是在訪問那些受害者 然後約束的場所 是在訪問那些新宗教運動的參與者 其實他很關心當代的問題 甚至他在這兩本小說 《海邊的卡夫嘎1Q84》 其實也都在談新宗教問題 就我想就是在面對人的 就是當代的個人的問題 然後人跟人之間 重新要去建立連結的過程 其實也有一些連結 是可能後來有出問題的 就是我剛剛談的《春上春樹》 很關心的一些新宗教運動 或者是我在親屬的第二個禮拜 也有談到《第八日禪禪》 他裡頭也在談新宗教運動 我大概就是讓你們補充 然後當然《春上春樹》也有談 有一本書談跑步 就是他有一些很各個面向的一些討論 我覺得還是在面對當代的問題 然後剛剛有同學還在問 所謂的那個 commuters 互為主體的過程 其實 Turner 在那個 commuters 這一個部分 他就是揭示一個很大的觀念 可是這個 commuters 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他可能就是譬如說運用哲學家神學家的說法 或者是他又用了幾個例子在談 譬如說我剛剛談的《聖方記》的例子 或者是有一個十五十六世紀的一個 孟家新宗教運動的例子來談 就是透過那一些例子來談 什麼叫 commuters 譬如說《聖方記》的例子就是 他《聖方記》跟神的關係是沒有辦法用語言形容的 所以他是在夢裡頭 就是有很多夢的啟示 讓他去建立那個 就是讓他經歷那個神聖的狀態 就是他是透過這一些例子來談 commuters 可是其實這個問題當然非常複雜 包括人類學裡頭會問的就是 其實每個文化所謂的人觀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經歷的那一個 就是每個文化所界定的主體的內涵 互為主體的那個 那個關係的形式跟內涵 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這當然就是很多的民族誌 可以進一步去討論 那個 commuters 的內涵是什麼 可是他作為一個象徵人類學的大師 或者是疑似研究的大師 他大概就是接觸一些很重要的觀念 然後那個更實際的那一些內容 可能就是我們自己 尤其是同學們可以從自己的經驗裡頭去寫 去思考 因為我們當代就是所謂個人化的時代 其實我們那個內在的自我意思 跟那個情感的內涵 其實可能會更適合來寫 那個主體跟附為主體的那一個內容 到底是什麼 那我接下來要談 作為一個象徵的類學大師 那 Turner 當然要去談 所謂的象徵是什麼 尤其他談的是象徵的多異性 他先談所謂的疑似研究 或是要討論象徵結構有三類的材料 一個當然是你可以觀察到的 那一個形式到底是什麼 然後一個是當地人 或者是當地的疑似專家的解釋 然後一個是人類學者的解釋 他當然要覺得 人類學者總是可以看到 比人家多一點 當然你們都可以質疑 那是不是人類學家自己想出來的 可是基本上他認為 其實你要做象徵研究 有這三類的材料 然後他其實做了很多 The Devil 社會各種疑似的研究 包括我剛剛談的男性成年禮 那我這裡要談的是一個女性成年禮 因為這個例子還比較容易講 在短時間之內比較容易講 他說在女性成年禮的過程 其實就是女性到了一個年紀要舉行成年禮 然後成年禮過程有一個 你可以看到的象徵的形式 叫做milk tree 就是牛奶樹 因為他的織儀是白色的 所以就叫做牛奶樹 然後就當地人的解釋 其實這個milk tree 是代表女性的乳汁跟乳房 這個儀式是出京前青春期的女性 剛發育的時候的儀式 這個你看得到的就是一個 女性成年裡頭有一個所謂的 Key Symbol 叫做milk tree 那當地人怎麼解釋呢 當地人認為milk tree 代表的是母子母女的數 因為他代表就是母親哺育下一代 那一種力量 所以他代表指涉的是 Nedembo 社會的組織結構原則 他解釋了Nedembo 社會 所依賴的母系社群 既是原則跟權益來源 我剛剛有談他是一個母系社會 所以強調的是母親跟子女的連帶 就是母親跟子女之間的那一種年代 是透過milk tree 在表達 然後也代表了部落傳統置身 甚至他代表了Nedembo 社會的整合與言繫 其實就當地人的解釋 milk tree 代表了母子跟母女的連結 代表了Nedembo 社會很重要的 一個母系濟世的原則 代表了社會本身的整合跟延續 這是當地人的解釋 人類學家當然就要不大一樣囉 人類學家看到的是 其實這裡頭表達了很多衝突 然後衝突可以用象徵的方式表達 所以因為衝突得以用象徵的方式表達 所有隱藏在社會結構內部的各種的緊張 得以紓解 然後這一些紓解的過程 讓社會得以繼續延續 所以透過儀式之後 社會得以繼續運作下去 這個是人類學家的解釋 那我們就來看 他怎麼樣去看社會的衝突 他說在整個儀式過程 其實有幾個很重要的一個活動 一個是那一個要形成年齡的女性 她會在很酷熱的環境之下 被包起來放在一棵樹下面 然後她忍受著酷熱 忍受著各種蚊蟲的叮咬 那我們外人就以為說 這個就是一個身心的磨練 因為成年齡就是要讓你經歷 很不一樣的身心狀態 然後Turner 的解釋是 其實這一個他觀察到的現象 代表了這一個女性跟 就是那個部落的成年女性之間 隱藏的緊張關係 因為當一個女性成年之後 她就要開始跟其他的成年女性 開始競爭資源 那中間就會開始有一些緊張關係 所以那一個成年女性 就會被很殘酷的對待 把她放在酷熱環境之下 把她包裹起來 放在樹下面 忍受蚊蟲的叮咬 她認為這代表了 這一個成年女性跟未來 還要加入這個女性成年團體之間的 潛在的緊張關係 然後她又觀察到一個現象 她說在儀式快要結束的時候 這一個部落裡頭的年長的女性 會拿著一個葫蘆 然後上面放著樹鼠 葫蘆跟樹鼠都代表繁衍力 因為他們都是生殖力非常強的 她說這個部落會有一個女性 拿著葫蘆 然後裡面有搗碎的樹鼠 然後請所有參與的女性來使用 然後這時候大家就搶成一團 她從這個裡頭也看到了 這一個成年裡的女性 跟其他部落之間的緊張關係 就是這一個部落 跟其他部落之間的緊張關係 怎麼說呢 因為你們知道她是 我剛才有談說 Nedemble 社會是母系社會 可是是重複居 所以這個女生她如果接下來 嫁到別的部落 她必須要帶著她的子女 到那個夫方的部落 雖然那個成員身分還是屬於 她的母系氏族的成員 而這裡頭有一些潛在的緊張 就是這一個部落跟其他的部落 就是在這個女性成年裡的過程中 其他部落也有很多的女性來參與 然後大家就是在最後要 這個部落的女性跟其他部落的女性 要搶那一個代表女性的繁衍力的宿所 因為搶到好像就有一個象徵的意涵 這個女性也會嫁到我的部落 所以她看到的是這個部落的女性 跟其他部落的女性之間的緊張關係 因為他們都要搶這個女性的繁衍力 希望這個女性可以留在這個部落 或者是就是嫁到某一個部落 就是他們之間有一個對這個女性的繁衍力的衝突跟爭奪 這是她所看到儀式中會有的一些緊張關係 那她其實很重要的也要談說 其實透過這一些衝突跟緊張的釋放 得以讓社會得以繼續延續 所以就是她接下來要談的 這裡你們先看PVT 頭談的就是 Milk Tree 代表了社會差異 或者是社會各部分之間相互對立的面向 譬如說Milk Tree 代表了入會者 跟成年婦女道德群體之間的衝突 也展示了入會者 親生母親跟成年婦女群體的衝突 還表明了從夫居原則跟 母系濟世原則之間的衝突 她的母親其實就是不參與很多的活動 就是她看到的是說 其實母親其實並沒有完全參與 她的女兒成年禮的過程 她認為這裡頭表達了 那個母親跟那個成年禮 因為她的女兒要參與成年禮禮以後 她就開始成為另外一個群體的成員 就不再只是她的女兒 所以這一個母親 她其實有一些活動不參與 表達的是她跟這一個群體之間的 一些潛在的衝突 就是除了那個成年禮的女性跟這個群體之間 還有她的親生母親跟這個 跟未來的這一個成年女性的群體 還有這個成年女性的群體 跟其他部落之間的衝突 然後她接下來要談的 透過這一個過程 就是她要談的是 其實象徵有幾個重要的特徵 一個是濃縮 第二個是一個支配性象徵 是不同所指之間的統一體 第三是意義的兩極化 濃縮你們就比較容易理解 就在這一個儀式過程中 你們可以看到這麼多重的意涵 其實是同時濃縮在這個儀式的過程 然後所謂不同所指的統一體 代表的是譬如說miotrii miotrii 作為一個 key symbol 它其實可以象徵各種不同的意義 譬如說它可以象徵母子的連帶 母子母女的連帶 或者是母系祭祀的原則 或Nedembo 社會的整合 然後也象徵了各種不同的衝突 這叫做不同所指的統一體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它認為儀式是意義的兩極化 這個是它一個比較創造性的一個面向 它認為在這裡頭的意義 包括了所謂的理念極跟感覺極 所謂的理念極指的是 道德跟社會基準 使人發現規範跟價值 然後感覺極指的是 自然跟生理現象的過程 激起人的慾望跟情感 是人類情感最底層的共同面 其實這是它比較重要的一個討論 它認為儀式 它不是只是一個社會規範的運作而已 而是在儀式的過程中 儀式一方面表達了社會規範 譬如說miotrii 代表了母子母女的連帶 代表人的登波羅姆系紀式原則 可是更重要的是 它剛剛所談的這一些衝突的過程 其實儀式裡頭可以激發人的情感 可以紓解人各種衝突的內在的欲望跟情感 這是它很強調 那儀式研究透過象徵 其實不僅是激發人的情感 而且可以讓各種衝突得以疏解 然後可以釋放 因為這些人內在的衝突緊張得以釋放 所以才有辦法繼續 可以維持社會的運作 這是它所談的那個感覺集 就是它的研究大概比較重要的面 開始帶入一些情感的討論 這裡它會進一步再解釋 它說所謂支配的象徵 所謂支配性的象徵是一個濃縮的象徵 包含了大部分的儀式象徵 就是大部分的儀式象徵是高度濃縮的形式 使情感緊張以有意識或潛意識的形式 得以迅速釋放 充滿了情感特質 然後這一些支配性的象徵 除了將社會的道德法律規範 跟強烈的情感緊密連結 而且在儀式中衝突的原始能量 被循化服務於社會秩序當中 就是它認為象徵有兩類 一類叫做符號 就是我們很清楚這一類象徵表達什麼 譬如說國旗代表國家 可是另外一類叫做 symbol 就它認為 sign 跟 symbol 是不一樣的 sign 就是你知道這一個物本身表達了什麼 譬如說國旗代表國家 可是 symbol 本身是高度濃縮的象徵 它可以表達很多很多的意涵 而且 symbol 是可以有各種 它除了連結的各種的理念 觀念規範之外 它可以跟情感連結 就在裡頭可以激發人的情感 甚至可以釋放各種的衝突跟緊張 然後因為人的情感 衝突緊張得以釋放 所以社會才得以繼續運作 這是它象徵研究裡頭 還滿重要的一個面向 就是象徵的多意義性 還有象徵如何去激發人的情感 如何去釋放跟解決衝突 其實它這裡要談的是因為 我剛剛談的這一些衝突 它得以在這個儀式中得以釋放 就是所有的不滿緊張得以釋放 因為那個緊張得以釋放 所以社會秩序才得以繼續運作 可是這裡其實當然有一個很根本的問題 就是我一開始在談的 在這裡頭 它一開始是要告訴我們 社會有衝突的結構原則 可是到最後告訴我們說 因為儀式可以解決這些社會的衝突 透過各種情感的釋放 得以解決社會的衝突 所以社會得以繼續運作下去 可是因為它這樣子的論述 會讓人家還是把它放在一個 土耳幹的脈絡之下 我沒有時間談土耳幹 因為土耳幹太複雜 基本上就是人家會對他的批評就是 那社會變遷的可能性到底是什麼 好像就是儀式其實服務於社會 就是它一開始要告訴我們 是社會有衝突的原則 可是後面好像讓我們看到的是 儀式還是服務於一個社會的結構秩序 然後透過儀式的一個情感的釋放 結構得以繼續運作 雖然這個是衝突性的結構 可是人類學基本上要問的 其實從生產那個禮拜 我大概不斷補充很多資料就是 包括我們當代社會有各式各樣的潛在的衝突 就是包括我那個時候補充的什麼 在二十一世紀反對資本主義 它其實也在談說 其實當代社會有各種衝突 可是也在這個衝突之下 人可以去創造出各種不同的合作的方式 各種不同的工作的型態 所以反而人類學要強調的是 就是當代要強調的是說 在衝突之下有各種創造的可能 在這裡頭反而看不到 不過他就是做一個象徵的類學大師 他最重要是要讓我們看到象徵的多異性 然後看到那個理念跟情感的 就是那個情感的面向 其實我後來自己的研究也在談 某一些文化觀念的多異性 可是我那個談法基本上是在談說 因為那個就是太亞太魯格賽德克 有幾個很重要的文化觀念 他基本上都是具有非常多重的內涵 那我基本上要談的是 這一些文化的多重內涵 在不同情境之下 會不斷跟不同的意義結合 所以文化是一個非常動態的過程 就我大概也在談那個文化的多異性 可是我要談的方法就是在談那個 在變遷過程中文化非常動態的一個 各種衝突創造跟合法化的過程 其實他就會被問到目前為止 Turner 的東西有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我剛剛有提到說他還有 譬如說對於男性成年禮 然後對於譬如說雙胞胎儀式 就是生下雙胞胎之後要舉行特殊的儀式 或者是不孕的儀式 其實這一些討論也都會放在這一些象徵的 就是所謂的dominant symbol 支配性象徵的討論 然後在他的這一些討論過程中 顏色是一個很重要的切入點 因為他認為顏色可以激發某一些人的情感 譬如說在 我們可以看在女性成年裡有沒有Tream 然後在男性成年裡頭會有紅色的黏土 男性成年裡頭會有紅色、黑色、白色不斷的出現 有黏土然後有唱頌的過程中 有各種合流的顏色 就是在他後來的幾個儀式研究 那個顏色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然後譬如說在不孕的儀式裡頭 他們認為不孕的原因是因為一個女性 她到了夫方的部落居住之後 弱化了她跟她母系氏族的連結 所以在不孕的儀式裡頭 是要重新建立那個女性跟她母系氏族的關係 然後在裡頭就會有紅色的公雞跟白色的公雞 就是顏色在他的分析裡頭很重要 然後在不孕儀式裡頭的紅色代表的是女性的繁衍力 白色代表的是女性的繁衍力 然後紅色代表的是女性苦難的一生 所以在那儀式裡頭最後紅色的公雞會被殺掉 然後白色的公雞就代表女性的繁衍力 不斷地去傳承下去 可是在她的分析 然後可是在雙胞胎儀式裡頭 紅色跟白色的意涵 剛好又相反 在雙胞胎儀式裡頭是要去 因為女性生下雙胞胎之後 她的能量必須要被加強 所以裡頭會有紅色的黏土 來強調那個女性 來強化女性的力量 然後在雙胞胎儀式裡頭的 紅色跟白色的意涵 就會跟女性不孕的儀式裡頭的意涵 談又不大一樣 所以她在做了很多的儀式分析之後 她告訴我們說 其實這三種顏色 顏色本身會激發人的情感 可是每個顏色代表什麼意涵 必須要放在那一個儀式的脈絡 去看待每一個顏色跟其他顏色的關係裡頭 才得以去確認那個顏色的意涵 其實這個就是結構分析了 所以我到宗教第三個禮拜 會談里維斯托的結構分析 然後會去談 Turner 如何運用里維斯托的結構分析 她的運用方式就是她會去談 那個二元對立如何去 就是她透過顏色來談 其實結構分析最重要是 每一個 symbol 都必須要放在 跟另外一個 symbol 的關係裡頭 才具有意義 所以在她的研究裡頭 每一個顏色在不同的儀式裡頭 必須要放在跟其他顏色的關係裡頭 才具有意義 然後甚至她更重要是在談 那個顏色如何激發人的內在情感 然後有一個她的文本裡頭 去談的那個紅色白色 黑色的多異性 我就沒有放上來 因為我覺得意義太多 好像就沒有說什麼 就意義非常非常的多 那重要的反而是 你要放在每一個情境之下裡頭 去確定她的意義 好 那到這裡 OK 的話 大概我很簡單地談 Turner 會受到的批評 就是她最常受到的批評 是她忽略了當地人本身的詮釋 跟人群互動過程中所產生的意義 譬如說 Sperber 他是一個象徵人類學者 他是認為說其實 Turner 就好像結構主義者所強調的 就是像西方人所強調的是智慧而已 就是象徵是這麼這麼的複雜 他是抓住了某一些 Key Symbol 就好像西方人在看待人的認知的時候 是著重在語言的分析 就是抓住了某一些語彙來做分析 然後這一個象徵人類學者 Sperber 基本上認為 我們要真正進入象徵研究 是要進入當地人的認知方式 進入他們的宇宙觀來理解 而不是只是抓住某一些 Key Symbol 那她對Turner 的批評就是 Turner 並沒有讓我們看到這個文化的整個 譬如說他們的神靈的觀念 然後神跟人之間的關係 那一套人如何安置自己 在這一個非常複雜的自然 跟超自然秩序的這一些面向 Sperber 對他的 PIN 就是他沒有讓我們看到當年的宇宙觀 然後也有後結構主義者認為 其實所謂的象徵必須要放在 人跟人的互動過程 因為在互動過程中 我們會不斷地去創造意義 產生意義 那他認為說Turner 太強調疑似分析 尤其是疑似的那些 Key Symbol 的分析 反而沒有讓我們看到在日常生活中 所謂象徵的秩序如何被運作 跟他創造的可能性 就是他認為Turner 忽略了 人跟人之間的互動 其實Turner 就是一個 把那個結構分析跟情感 然後跟那個文化 其實我認為Turner 的研究 已經是把李維斯托的結構分析 跟文化跟情感座的結合了 可是他當然他本身沒有太關心 日常生活的互動 他日常生活互動 就是剛剛談的存在的交融 結果我們在互動的過程中 如何重新去建立所謂的互為主體 可是後結構論所要談的 其實還滿複雜的 我想說到那個結構主義之後 我再補充 雖然人類學就是會不斷地覺得 這個學者漏掉這個漏掉那個 可是我覺得可以把他的研究 好好地做運用 我覺得其實就很了不起了 包括現在很多人在用Turner 的 Commuters 其實也沒有真正去討論到 所謂的主體的內涵 其實每個文化的主體的內涵是不一樣 或者是甚至談那個象徵的多異性 其實可以談得好就非常不容易了 就是很多人在應用的時候 可能用了某一個概念 可是其實對於那個象徵的多異性 還有那個象徵跟情感的連結 其實不見得有他用得這麼好 Turner 還有面對其他的批評 就是他對於朝聖的研究 因為他基本上Turner 認為朝聖 是一種人可以跳出社會結構的限制 然後在那個朝聖的過程中 你因為跟地方神級建立了某一些關係 再回來這個社會更具有活力 他是把朝聖的研究放在他的一個 剛剛所談的 Struggle 跟 Commuters 這樣子的一個辯證關係裡頭來理解 可是後來的學者對於朝聖進行很多很多的研究 包括我剛剛所談的 其實整個朝聖的過程 他其實重新去創造一個新的地方秩序 包括像我們在談那個媽祖的近鄉 其實他一定有一些 譬如說人類學會談祭祀圈 他一定有一個新的地方的秩序 重新在建立 就跳脫原來的Community 可是重新在建立不同Community之間的關係 它是一個重新建立社會結構的過程 他不是只是跳脫社會結構 他其實在重新建立一個更大的社會結構 所以人類學後來的討論基本上就會比較放在 譬如說天主教進入之後 那個天主教跟當地信仰 跟儀式之間的一些衝突或結合的過程 然後會放在殖民如何透過 其實殖民政府是鼓勵那個地方的朝聖 因為他認為朝聖過程可以建立所謂的 地方化的秩序便於殖民者統治 然後後來國家其實都嘗試 要把這一些朝聖過程所建立的 這一些社會秩序 重新吸納成為自己治理的一部分 可是就像我剛剛談說 其實整個南美的宇宙觀很重要的是 其實自然界充滿著精靈 而且自然界就是需要人去敬畏的 因為這個精靈其實本身也是危險 他充滿著力量可能性 可是也是危險的 所以人其實必須要非常謙虛的去建立關係 其實他們的儀式過程也在建立 跟這一些自然界精靈的關係 然後我剛剛其實很強要說 其實自然界所擁有的這一些活力 這些力量 其實也一直沒有辦法 完全被天主教配殖民或國家所吸納進來 所以地方是會不斷保持著 他那個創造的可能性 到目前為止 起碼Ternard 的架構 你們要知道就是 疑似如何具有獨立的一套機制 來解決社會的衝突 然後疑似如何具有communicus 的性質 然後所謂的交融 其實Ternard 因為要把交融的概念 應用得很廣 所以他有談存在的交融 就是他認為在日常生活中 本來就可以建立各種存在的交融 然後甚至他對於交融的討論 其實後來引發了我們對於 當代個人化儀式的一些討論 就我們當代 每一個人可以選擇自己要參與的活動 就因為我們是一個 比較強調個人化的時代 然後在這一些個人化的活動之下 到底你能不能界定譬如說跑步 演唱會偶像崇拜 或者是讀小說 或者個人有各種不同的方式 這一些是不是個人化的意思 我覺得我基本上認為的一個界定方式是 他能不能夠提供你更有活力 更多看待社會文化的可能性 更多對於社會文化的反思 可是因為這一些個人化儀式 都是當代在討論當中的 但你們可以去想對你們而言 如果某一些活動作為個人化的儀式 他具有的特質是什麼 然後我接下來要談的是一個 全世人類學的大師 Gertz 我們其實在經濟的第二個禮拜談過 有人記得嗎 我們談的這一本書 Pater and Prince 小販與商人 然後我們在談現代跟傳統不完全是衝突的 他在某一個層面是結合 後來又某個層面又有衝突 其實作為一個象徵人類學大師 其實很難用這麼短的時間來討論 可是我要談的是一個 跟儀式比較可以結合的一本著作 就是他在談 像全世人類學這一本書裡頭的一篇文章 談內在的轉化 他做的是印尼巴厘島的研究 他在談說其實過去的當地的宗教 都是以儀式實踐為主 其實在前資本主義社會 其實儀式實踐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你們想一下我們在經濟的第二個禮拜 又談小傳統跟大傳統 小傳統基本上就是以儀式實踐為主 他不見得會建立一套抽象的邏輯 一致的體系 那他這裡談的巴厘島也是 他們是以儀式實踐為主 然後後來因為國家要求 他們要有理性化的宗教 然後他們就開始怎麼樣把一套 以儀式實踐為主的一套體系 轉化為理性化的宗教 這個他叫做內在轉化 Internal Conversion 其實戈爾茨他基本上是 在人類學中的定位 是把韋伯的很多的觀念 運用到人類學的研究 包括韋伯講的理性化 就是他的討論是 其實因為韋伯基本上去談的是 就是世界宗教的理性化的過程 可是戈爾的運用方式是 其實這一些前資本主義社會 他們是如何把儀式轉化 成為一套理性化的過程 這是一種內在的轉化 而不是突然接受一個 一個理性化的宗教 所以他要談的是這個 內在轉化的過程 我自己有一篇文章 大概也是在談 賽德克在遇到西方宗教之後 發生的各種的 就是文化觀念的各種的轉化過程 那這一篇文章 我那篇文章我有放到SIPA 上面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就那篇文章其實我一開始要談的 就是我因為做了大概四五年的田野吧 然後資料非常非常的複雜 因為整個西方宗教進入的時間太長 就是有各種年輕人 中年人 老年人 不同的世代 然後有各種不同的教會 其實有很不一樣的詮釋 所以我後來就 好吧 為了讓大家便於閱讀 我就用那個教派來談 可是我一開始要談的就是要談那個儀式 本身所具有的非常豐富的內涵 可是因為那個豐富性 很難用一篇文章來表達 然後大家有一點點進入上的困難 所以我後來就用比較 就是用教會的方式來談 那個整個轉宗的過程 我這裡大概現在的時間 我大概只能把 Internal Conversion 這一篇文章講清楚 然後他還有一些相關的研究 譬如說談爪哇的宗教 然後談所謂伊斯蘭 就是北非的伊斯蘭 跟東南亞伊斯蘭的不同 他認為伊斯蘭教這種世界宗教 要被當地人所接受 必須要跟當地原有的儀式實踐 原有的文化觀念結合 那我來不及講的 我應該會在政治的第一個禮拜再講 因為政治的第一個禮拜 我們還是會談到所謂 所以我剛剛談說戈爾茨是把 韋伯的觀念應用到人類學的研究 所以他去談所謂的內在的轉化 就是談理性化的過程 不是單單接受一個外來的世界宗教 他是一個內在儀式實踐 各種不同轉化的過程 然後他有談韋伯的一個實踐倫理的概念 那個我到政治的第一個禮拜再談 因為我們政治的一個禮拜還是會 同實踐倫理來談權力是什麼 那我這裡要談的是 他認為巴厘島當地原來是以實踐為主 可是後來因為國家要求要有理性化的宗教 因為印尼的國家 你們知道印尼內部有那麼多的原住民族 那麼多的島嶼 那國家要治理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 他要如何把這一些各種不同原住民族的文化信仰 把他整合成為一個國家的 國家可以變成一個大家共有一套文化 一個共同認同的一個宗教 那印尼的國家其實就開始規定說 每一個地方 每個地方文化都必須要有所謂Agama 就印尼的國家基本上認為有Adat 跟Agama Adat 就是那個地方的關係 然後Agama 就是所謂的世界宗教 然後在印尼國家的界定之下 Agama 會有一些標準 譬如說要有一個神 要有文字 要跟倫理相關的等等 然後又要有組織 就是按照圖爾幹所談的組織教義儀式 這一些面向來界定宗教 然後當地人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呢 他們就把他們原有的儀式實踐 轉化成為一個可以符合國家對於Agama 的需求的一個宗教 就對於Agama 的界定的一個宗教 應該叫Agama Agama 的宗教 他先談 就是當地原有的所謂的宗教 宗教就是Quart 其實是一套以儀式實踐為主的 怎麼說呢 其實當地的每一個人 就是當地的一個過去的一個宗教實踐 是以廟宇系統為主 而且每一個人都是連結到 跟某一些廟宇系統有關係 當地的社會網絡是一種多重連結的網絡 就一個人不是屬於某一個廟宇 他不是持續參加那個廟宇的儀式 他每一個人會屬於幾個廟宇 然後每一個人的身分 他可能是有親屬的連結 然後有各種的灌溉系統的連結 有各種廟宇系統的連結 所以當地人是在一個網絡化的關係 然後他們跟廟宇系統的關係 也是一種多重的關係 而且他們關心的是 每個廟宇舉行儀式的時候 他們要去參加 他們不問說那個儀式本身的意義是什麼 譬如說每個廟宇舉行儀式 可能家裡就一個人代表去領holy water 只要有做這個儀式就好 他們並不是確定 並沒有在意說每個人都要去參加 只要家裡有一個代表去參加 而不是每個人都要去參加 他們也不會去問 那每一個儀式的過程的意義是什麼 他們只是要確保每一個儀式 是被正確的執行 這個是過去儀式為主的宗教 一個是強調多重的廟宇系統 然後一個是社會不平等的神聖化 就是巴黎島是有所謂的 貴族體系 然後其實戈爾茨認為 其實貴族體系是在支持這些 非常非常繁複的宗教儀式 就是每一個貴族 一個政治上的貴族 他必須要有宗教上面的祭司來寫助他 然後這一些 因為所有的儀式都非常的繁複 真的是耗盡大量的經濟跟人力 所以他認為說其實每一個 其實這一套貴族體系 就是要去支撐這一些非常複雜的儀式實踐 就是所謂社會不平等的神聖化 就是其實那一個貴族體系 貴族跟平民的關係 是透過這一套儀式實踐在確立 甚至所謂的貴族體系是 為了要支撐這一套非常繁複 耗盡人力跟金錢的這一些儀式的實踐 其實我有一個學生去做巴黎島的鐵 他是去做他們的繪畫 因為繪畫其實是殖民帶入的 然後到當代又是非常 跟資本主義 跟新自由主義結合的一個脈絡 然後他去談說其實當代很多畫師 他們也是 就是他們作畫的時候 可能也會meditation 做各種的宗教儀式 然後他們所有作畫的那一些收入 就是雖然跟新自由主義結合 有些畫真的可以賣到很高的價錢 可是他這一些收入都必須要再投入更大的儀式 所以外人看起來以為說 他是資本主義之下的獲利者 可是那個insider 是覺得完全沒有辦法 就是他的那一些獲利 必須要去支持一個很龐大的儀式 所以他們反而覺得非常的 就是錢永遠不夠用 就是當代反而儀式更加的複雜化 就是他談說社會不平等的神聖化 然後第三個他談說 其實過去的儀式實踐很重要 是死亡跟神屋的崇拜 就是 Rhonda 跟 Barron YouTube 上面會找到很多 Rhonda 和 Barron 然後有比較當代觀光化 因為當代觀光的儀式裡頭 那 Rhonda 跟 Barron 會重新的被展演 然後你們也可以找到 比較可能在三四十年代比較舊的影片 然後那個影片就非常精彩 在 Gears 的研究裡頭 其實 Rhonda 就是一個非常美貌的女神或女魔頭 然後 Barron 就是笨笨的 就是代表一般的人類 他就是有點笨拙 然後是人類的一個形象的化身 他說在 Gears 的研究裡頭去談說 在這個儀式裡頭 一開始就有 Rhonda 跟 Barron 出現 然後 Rhonda 因為他的 一開始兩個人勢均立體 可是因為 Rhonda 他就是一個非常美艷 然後有各種不同力量神力的女神 然後突然在那一個儀式裡頭 突然間 那個 Barron 就開始被打敗了 然後旁邊所有的圍觀者 就開始被某一種精靈的力量所附身 然後就開始傷害自己 其實我本來要給你們看的就是那一個 就是很多人就開始莫名 不能講莫名其妙 就是開始被精靈的力量所附身 就是那個 Rhonda 跟 Barron 的那個儀式裡頭 然後旁邊的人就開始 紛紛地開始去拍打自己 用刀什麼的 就是那個儀式的場合 其實戈爾什要談是說 其實在儀式裡頭有各種不同的力量在運作 然後在這一些力量的運作的過程中 其實在過去的儀式 並沒有絕對的理智跟非理智 或者是善跟惡之間的 boundary 其實不是那麼清楚劃分 並不是像現在的展演 現在的展演好像 Rhonda 就是惡魔 然後 Barron 就是善 好像就是善跟惡之別 可是他說其實同那個儀式裡頭 你可以看到各種不同力量之間的運作 然後各種不同的力量之間的轉換 他認為說 就是他從那個儀式裡頭一開始 就是好像勢均立敵 然後開始 Barron 節節敗退 然後旁邊很多人就開始被附身 可是突然那個 Rhonda 就開始下場了 然後其他人都開始恢復正常 然後又恢復一種 Meditation 非常平靜的狀態 他說其實在這個儀式的場合裡頭 有很多不是用我們理智非理智的概念 可以去劃分的邊界 他反而重要的是各種不同的力量的展現 跟轉化跟流動的過程 他認為儀式裡頭重要的是這一些 那些力量的轉化跟流動的過程 這是他談的過去的儀式實踐 那當然整個巴厘島那個儀式真是複雜到不行 我也有去巴厘島 是因為我學生在那邊做田野 那個儀式真的真的非常的複雜 那我這裡就先從 就是從一個比較具體這樣的儀式裡頭去談 你們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 Gertz 的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他裡頭有談更多的相關的儀式 包括葬禮的討論 然後他要談的是 其實這一些過去儀式實踐為主的地方 後來在印尼國家要求要有 Agama 的宗教 之後他們如何去內在的轉化呢 第一個 就是他開始關心什麼叫做宗教 然後當地人就會開始去問 什麼是宗教 什麼不是宗教 然後這裡很有趣的是 當地人就好像圖爾幹 韋伯 馬克思一樣 他們的問法都非常有趣 有人就說所謂的宗教 就是跟日常生活 就是比較神聖的面相 他跟日常生活沒有絕對的關係 他跟日常的社會關係沒有絕對的關係 他反而是一個比較神聖的領域 這個是圖爾幹四的回答 然後有些人就說所謂的宗教 就是你相信就是了 然後你不信就不是 這個是比較韋伯式的回答 然後有些人就說所謂的宗教 就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了神 這個是比較馬克思的回答 我覺得他們的回答其實還蠻有智慧的 不管他們的回答是什麼 其實重要的是他們開始關心什麼是宗教 什麼不是宗教 其實過去他們就是好好的去做儀式 其實沒有人關心這個儀式是宗教 或不是宗教 甚至重要的是儀式跟日常生活的連結 然後在這一個對宗教的關懷 他們也會開始去談說 那個holy water 的意思 就是過去只要家裡有一個人去領聖水就好 就是去滴那個水就好 然後他們現在就會開始給那個holy water 很多的詮釋 譬如說他們每個人都要去 然後被滴了holy water 之後 被祭師滴了holy water 之後 他就有一種非常神聖 非常進化的感覺 就開始有很多這種詮釋出現了 這就是對宗教的關懷 然後第二點是他們開始關心教義的系統化 因為阿噶麻宗教裡頭要有一個神 然後要有文字 然後要跟倫理相關 所以他們就開始詮釋 其實雖然他們過去並沒有文字 可是他們有比穆和莫德更早的文獻手稿跟碑文 就是他們的文獻手稿跟碑文 可能就記錄在石頭上面 就有各種記錄的方式 就是他們是有文字的 然後他們是有一個神的 就是他們認為主只有一個 可是有很多的名字 譬如說石頭就是主的載體 就是過去他們被認為是一種神靈信仰 或者是泛靈信仰 就好像萬事萬物都是有神的 可是他們認為說 其實他們還是相信有一個神 只是各種不同的萬事萬物 就是神的載體 所以他們對於這一種系統 就是對於國家要求要有文字 要求教義要有系統的話 他們有一套他們自己的解釋 就他們過去就很早很早就有文字了 然後他們也相信有一個神 然後所有的萬事萬物就是神的載體 然後他們社會組織部分 他們也開始成立宗教部 所以重要的是他們透過這樣的解釋 其實他們是把原有日常生活實踐的儀式 轉化成為有系統邏輯自覺的體系 可以解釋更大的社會脈絡 這個是我大概只能講到這個地方 跟今天的儀式實踐比較有關係 就是說當這一些社會 他們在面對更大的國家或世界宗教的影響之下 他們會把他們的儀式實踐加以轉化 就是一種內在的轉化 強調他們是有系統性的交易 是有文字 是有組織 然後他們開始關心什麼是宗教的問題 然後戈爾茨相關的研究 就是比較涉及實踐倫理的討論 其實是跟韋伯 就是他如何把韋伯的各種概念 運用到所謂民族制的討論 我應該在宗教第一個禮拜可以繼續再談 因為我們宗教第一個禮拜 會繼續談戈爾茨怎麼談權利 然後這裡我大概先跳到這裡來 就是我們要談說 其實在多文化接觸的地方 不同的文化如何整合 就是在印尼這個地方 其實這一本書就談說在印尼 各個不同的原住民部落 他們面對國家對於阿噶馬的要求的時候 他們有各種不同的轉化的方式 他們像格爾斯所談的是 他們在原有的宗教體系之下 重新詮釋 然後解釋更大的社會體系 然後也有一些地方是接受西方的宗教 也有一些地方是創造新的宗教 這一本其實也是提供大家 如果對於轉宗這個議題有興趣的話 可以參考 或者是可以參考 我放在ZIPA 上面我的著作 其實我在問的是 到底什麼叫轉宗 因為即使在轉宗的過程中 其實那個文化之間的一些相互的對話 還是非常非常的豐富 我大概就是放在疑似的脈絡 然後格爾斯我就比較談他 Internal Conversion 的 然後談到他的其他的研究 可能是放在其他的脈絡裡頭 再進一步去討論 可能政治第一個禮拜再談